大家好 17点25分了啊 这有一个小伙子呀说的还特别在理啊 我去年就做过他的几个节目把他的视频跟大家分享 这个小伙子还长得像我们家的晚辈 像我的这个这个侄子外甥当中有一个人还特别像 可以和你 的话是可以和你手拉手回到时期时代的我200个城市不要了你200个城市不要了你敢吗 别人是不敢 但凡他妈的是个人就不会把活生生的人与城市说成可以和人拼命的代价 笑话 谁给的全力说这么不要脸的话的不惜一些代价吗 谁是被当作代价的呢 是那个防毒的吗 当然不是他 他倒是想着关键时刻把所有人绑上战车去跟人拼命 哪个文明国都也不会跟他玩这种小红红打架那一套吧 一方是人命如草芥之卑芥 一方是草芥如人命之神圣 谁能够说出不要脸的话当然不足为奇了 这就好比两家人 一家的臭不要脸的恶臭男跟另一家人说我把我全家都拉上一起陪葬 你也把你全家拉上一起陪葬 我敢这么干你敢吗 这是敢不敢的问题吗 这是把自己的全家老小当人还是当畜生的区别 真有种就自己跟家单挑 别动不动拿家人的命不当命 动不动就叫嚣着拼命 妈的一开打让别人往前冲自己恨不能缩回子宫去的玩意儿 也好意思这么装大一把狼吗 这些玩意儿是堵他能活到最后而不是堵他第一个阵亡吧 嗯这小伙子说的非常好 他说的还是那个国防大学的那个人 国防大学的那个叫防兵的啊 穿武警大校制服的那个人 那个人说了啊我中国敢跟你美国对赌 啊互射原子弹啊 你200个城市毁灭我也200个城市 在这个解放军的这支队伍里边共产党的队伍里边说类似话的人防兵不是第一个 有一个叫朱成虎的啊 有人说他是朱德的外孙的什么的我不这我不是太清楚 我也没考证过 就是那个朱成虎国防大学防务学院的 呃他也说过类似的话说愿意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 啊要跟美国要把美国西海岸 就是加州这一带美国最富的那个州 要给毁掉啊也是动用核武器原子弹 啊朱成虎那个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就是我叔叔我唐叔的那个工作单位 在昌平水库路原来叫国防大学外事训练系啊 简称外训系也叫国防大学三号院或者叫军大三号院最早叫军事学院三号院就在那 我在那还那个1982年和1983年连着两年在这度暑假 第三世界国家很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种 毛派的什么反政府游击队很多就在那受训啊 那有一个工作区 我们是不能进去的 门口有大兵站岗 哎这个这个半自动步枪上着此刀我是在生活区 但是我知道那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 包括政府军包括反政府游击队在那受训练啊 还有类似的人罗元 罗元不是也说吗咱们 啊 我们要收服钓鱼岛 那不是很多网友骂他吗 对吧 1979年中越开战的时候罗元是跑回来的 跑回北京的对吧 这些人都没什么人味啊 还有国防大学那个徐燕 是吧我跟他一起吃过饭 后来他升少将了 原来是个大校 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那桌上还有女的 直接就说黄都黄段子 荤段子 那个层次呀 那个素质啊都是相当的 是吧 就是那么一类人吧 然后你看那个刘少奇的儿子 是吧刘少奇的儿子刘元 河南省副省长后来武警部队政委吧 后来是军事科学院政委 给了个上将军衔 是吧 这个都跟那个杀复仇人 谁杀的他爹呀 谁把刘少奇杀的毛泽东啊 这后来跟毛泽东的后人这不是也在一块 好像王光美 跟江青的闺女好像什么李那呀 什么贺子珍的闺女李敏好像后来也都和解了 他们是为了利益 至于自己的爹自己的老公被人杀了 他们不太在乎看来是 是吧 这个跟普通的中国人还真不一样 是吧 他们这群人是 特殊材料做成的 其实他们最大的 着眼点就是利益 这是我有机会和 Presiden物